第1611章 金瑶神叫灭 他 这是在干什么 孙悟空诧意问道 黄仇天仿佛在自杀 气息迅速减弱 管他干什么 薛仁贵哼道 说话间 双臂沉拉弓姿势 迅速射出三道法力白剑 此乃他所创的天鹰剑法 近乎百分百命中敌人 黄仇天没有躲避 直接被三道白剑洞穿肉身 他无动于衷 缓缓抬头 目光凶狠地望着孙悟空 魔警仓 薛仁贵 白起 我记住你们的每一张脸 此仇他日一定十倍奉还 黄仇天一字一顿地说道 话还未说完 他便猛然暴体 化为无数金星 飘向鸿蒙星空各个方向 不好 他想逃 魔警仓惊叫道 当即出手 灰袖卷回来数百金星 孙悟空更是吹出上千法外分身 去追捕黄仇天 薛仁贵不停地射简 宛如流星 肆虐向各个方向的金星 白起同样挥剑斩去 但黄仇天所画的金星 实在是太多 根本杀不尽 云雾之上 秦军看得皱眉 心神一动 一道道分身光影 从他体内飞出 接连不断 眨眼间就飞出数千道分身 看得接影与李源霸 同时瞪大眼睛 百万分身瞬间出动 全部分身的修为 都与秦军本尊一样 宛若灭绝鸿蒙的海啸 势不可挡 画面无比壮观 挑战着每一位生灵的视觉极限 就连孙悟空 魔警仓 薛仁贵 白起都傻眼 远方正在参战的双方生灵也愣住 秦军的百万分身 疯狂抓捕黄仇天所化的无数惊心 鸿蒙星空在浩大 黄仇天也休想逃走 浩强 李清瞪大眼睛 上一次金瑶神教 与血浮族袭击大秦天亭时 秦军何其弱小 怎么现在仿佛换了一个人 坐在至尊九龙椅上 秦军忽然收手 百万分身全都回归 一道道光影入体 从四面八方飞来 形成巨大的光球 借影扛不住秦军的霸道气息 摊坐在云端上 李元霸同样在瑟瑟发抖 瞠目结舌地盯着秦军 心中惊叫道 陛下到底有多强 很快 百万分身全都回归体内 秦军微微一笑 黄仇天所化的金星 已尽数被消灭 除非他还有其他手段 否则已经陨落 不过那把金枪不见了 或许有猫腻 秦军在心中想到 黄仇天即便逃跑 也元气大伤 没有百一年功夫 是不可能恢复到巅峰 剩下的金瑶神教弟子 就等着他宰割了 完成支线任务 黄仇天的杀意 获得一次鸿蒙杜结机会 一次大道传承机会 一次极限觉醒机会 一次死中觉醒机会 三次神魔副本机会 系统提示音 在秦军脑海中响起 无比美妙 他给孙悟空投去一个眼神 孙悟空顿时意会 当即冲向金瑶神教大军 黄仇天逃走后 金瑶神教大军士气大跌 一看到孙悟空杀来 纷纷逃走 可没了黄仇天 他们如何能抵挡 造化太虚尊的追杀 不到一炷香 时间 千万金瑶神教弟子 被孙悟空一人全灭 战争至此画上句话 神将盟的强者们 都敬畏地望着孙悟空 这猴王实在是太强了 最让他们惊艳的是 秦军 先前的百万分身 至今在他们脑海中回放 完成支线任务 金瑶神教之怒 获得一次鸿蒙杜结机会 一次极限觉醒机会 一次神魔召唤机会 五次技能传承机会 连续完成两项任务 让秦军脸上露出笑容 他现在有五次极限觉醒机会 五次死中觉醒机会 两次鸿蒙杜结机会 以及其他奖励 这鸿蒙谁能挡他 陛下 您刚才那是什么神通 怎么感觉那些分身修为 孙悟空飞过来 好奇地问道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来 实在是太过惊世骇俗 他能感觉到 那些分身都比他强 朕的神通 说了你也不明白 秦军哼声道 孙悟空薛人贵 魔井仓 摆起膜拜不已 这时 元红 吕不等神魔飞回来 神将蒙的数千神将 簇拥着东帝飞来 秦军将目光放在东帝身上 眉头忽然一皱 怎么回事 秦军心中疑惑 他一眼就看出 东帝并非是东王宫 浩瀚星空中 一座无边无际的大陆 悬浮着 此刻大陆被数不清的生灵包围 各族都有 每一位生灵脸上 都写满了狂热 灵帝要出世了 好神圣的气息 这就是不败大帝吗 鸿蒙无数载 能获得不败大帝称号的强者 何启少 灵帝是最早的不败大帝 他若出世 鸿蒙谁能敌 若是能败灵帝为师就好了 你做梦吧 想败灵帝为师 先问过我们 生灵们议论纷纷 喧哗无比 来这里的生灵 都是灵帝的信仰者 最近南鸿蒙流传灵帝 即将出世的消息 惊起无数风云 生灵们自发地前来迎接灵帝 在鸿蒙 谁没有听说过灵帝的传说 鸿蒙初开 灵帝就是第一批生灵中的一位 曾与神话中的 鸿蒙魔祖战的南风高下 这时 星空深处飞来一道身影 正是李燕龙 他的到来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南鸿蒙中 李燕龙的名气 可不低于黄仇天 血浮足老祖 甚至更高 李燕龙据说是 大盗之前的鸿蒙生灵 来历悠久 现在鸿蒙虽然更大 但在这个时代出生的生灵 都算不得鸿蒙生灵 鸿蒙 生灵乃是大盗之前的生灵 天赋强大 不过自混沌开辟后 大部分鸿蒙生灵便灭绝 看到李燕龙飞来 一尊好似狼人的强大生灵 便向他飞去 此狼人浑身披着火红色的毛发 高达百丈 双手各握一把骨刀 争鸣可怕 李燕龙 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火红狼人口吐人言 他就咬牙切齿 断莫轩 火红狼人愣了愣 狄生问道 阎王殿也要出世 阎王殿的传说 一直在鸿蒙中流传 传说 阎王殿殿主 是一尊不逊色于灵地的恐怖存在 甚至曾与周魔大帝交好 第1612章大帝回归 很可能要出世 据说此次鸿蒙大劫会产生鸿蒙神灵 李燕龙点头道 提到鸿蒙神灵四的字 他脸上就不由浮现出 向往憧憬之色 鸿蒙神灵 那可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无上存在 看来 灵地日后要有备手了 火红狼人点头道 脸上满是亢奋之色 大劫将至 方才能英雄辈出 李燕龙扫尸大陆边缘 皱眉问道 萧狼 其他人呢 文言 被称为萧狼的 火红狼人回答道 不清楚 可能还在路上 他们都是灵地的旧部 折服无数载 就是等这一日 李燕龙眉头皱得更紧 难难道 希望只是路上耽误了 倘若其他人 背叛灵地 那他可不会念及旧情 走吧 估计要不了几日 灵地就要出关 萧狼开口道 将李燕龙的思绪拉回现实 李燕龙点头 跟着萧狼向无边大陆飞去 与此同时 仍有源源不断的生灵 从星空各个方向飞来 可见灵地的威望有多高 惊摇神教边境星空 你与东王宫是什么关系 秦军盯着 眼前的东帝问道 东帝的穿着气质 与东王宫几相 但仔细看眼睛 与显露出来的半张脸 就会发现 差别 面对秦军的疑惑 东帝耸肩笑道 我与他关系非同一般 至于到底是什么关系 暂时不能说 望天帝海寒 装神弄鬼 孙悟空撇嘴 轻声吐槽道 东帝身后的 一排太原始祖竞神将 顿时恼目 瞪向孙悟空 在他们心里 东帝的地位 与奢皇气高 他们只认两位盟主 可不认什么 天帝 奢皇在哪 秦军转移话题问道 东帝的修为 乃是鸿蒙太原始祖竞初期 东王宫 只有鸿蒙大自在 竞中期的修为 显然是两个人 只要确定 东王宫相安无事 他就懒得多问 奢皇在西鸿蒙 具体行踪 我们不知晓 等灵帝出世 他应该会回来 东帝回答道 一提到灵帝 他的脸色略微不自然 秦军点头 之前 他从魔警仓嘴中得知 鸿蒙分为四块 东西南北四个区域 神将蒙 惊摇神教 血浮足 神主云殿 都位于南鸿蒙 而南鸿蒙 连接的古圣地道 归神主云殿 掌控 神主云殿 秉承混沌意志 很少进入古圣地道 使得那些从古圣地道出来 并成长起来的强者 没有意见 嗯 那就此别过吧 朕还要去神主云殿 秦军说道 他心里有些疑惑 既然奢比诗如此强大 为何不去神主云殿 营救准题 他都会去神主云殿 神主云殿 您为何要去那里 东帝皱眉问道 其余神将也满脸古怪之色 秦军先后灭掉血浮足 惊摇神教 现在又去神主云殿 莫非是灭他 秦军语气随意 吐出这两个字 没有杀气 但却让人心里不禁发怵 东帝与一众神将动容 没想到秦军真的要灭神主云殿 难道已经不死不休 东帝沉身问道 嗯 秦军神情淡漠 不容人劝阻 旁边的魔警舱 孙悟空 薛人贵 白起嘟冷着脸 四尊造化太虚尊 给人的压迫感极强 东帝语气带着深意 道 您可要想好 神主云殿背后是混沌 混沌可不是规则 传说混沌乃是鸿蒙神灵 开辟 鸿蒙神灵 那可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那又如何 正是鸿蒙神灵他们的爹 秦军白手道 东帝无语 就连魔警舱也嘴角一抽 秦军如此不尊重鸿蒙神灵 日后怕是有劫难 但他们又不敢指出这一点 好了 该走了 秦军对魔警舱吩咐道 闻言 东帝只得行礼 然后带着一众神将离开云雾 魔警舱心神一动 带着秦军等人纵云离去 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东帝悠悠道 天帝啊 天帝 你当真是鸿蒙 第一惹火惊 连混沌的势力也敢招惹 旁边的王手忍不住说道 东帝 天帝此举 势必会引来滔天大祸 我们神将盟 还要保他们吗 东帝瞥了他一眼 道 不是我们保他 这一次若非他 你我还活着 可 王手想要反驳 但被东帝打断 记住 在我面前还好 倘若在奢皇面前 你敢说天帝半句不好的话 你都会死 东帝语重心肠道 王手愣了愣 只得无奈叹气 其余神将也若有所思 哄 鸿蒙星空中 一尊长达千万丈的恐怖凶兽 咆哮着 他身如巨鳄 背脊上长着数不清的尖刺 体表漆黑 仿佛披了一身铁甲 血喷大口中 有数十牌尖牙 前方有 数百名生灵急速逃迟 修为最弱 也有鸿蒙蓉道径 大家坚持住 不行 这头鸿蒙饕饿 太强了 我们根本甩不掉 必须行 难道你们愿意死在这里 可恶啊 为何会遇到这家伙 再坚持一会儿 说不定能遇到大能路过 生灵们一边拼命逃跑 一边互相打气 可见他们关系清静 就在这时 他们看到前方 有一道身影横行而过 定睛看去 乃是一名穿着 破旧兽皮衣的魁梧男子 劈头散发 漫步于星空中 前辈 求求你救我们 飞在最前面的生灵 连忙喊道 声音急切 拉近距离一看 魁梧男子的面容 赫然是极地 与万道杀戮的极地分身相比 他显得无比邋遢 但气息可怕万倍不止 甚至比鸿蒙饕饿 更像凶兽 闻言 极地瞥了他们一眼 这时 生灵们如同一只只利剑 从他身旁掠过 他没有阻拦 冷力的眼眸 盯向后方的鸿蒙饕饿 在鸿蒙饕饿面前 他是何等的渺小 但他身躯笔直 如同步骤神山 毫无畏惧 滚 极地轻声吐出一个字 下一秒 急迟而来的鸿蒙饕饿 直接爆裂 血肉横飞 往各个方向肆虐而去 那些正在逃窜的生灵 纷纷停下来 全都以活见鬼的神情 为首的生灵 咽了咽口水 抱拳说道 这时 极地转身 看向他们 带他们看清楚极地的面容 很快就有生灵 认出极地的身份 是 不败大地极地 怎么可能是他 思 极地 确实是他 我看过他的雕像 生灵们都吓了一跳 看向极地的目光 充满了敬畏 极地无视他们 转身继续向鸿蒙深处走去 他走得不急不缓 仿佛没有目标 极地 多谢您 我们能如何报答您 尽管吩咐 为首的生灵 继续喊道 他心思转动极快 这可是攀上极地高知的好机会 闻言 极地停下脚步 看得众生灵欣喜 灵地是否已经出事 极地半转身 冷眼斜视他们问道 灵地 生灵们 愣住 极地要找灵地 不清楚 估计快了 最近南洪蒙传的满天风雨 前辈找灵地 可是有大事 需要我们做什么 为首的生灵 满脸堆笑 善媚地问道 我想杀灵地 你们愿意帮他准备好棺材吗 极地盯着他们 一字一顿地说道 声音平静 但如同一股 寒风吹进他们的心灵 让他们全都愣住 遍体灵寒 看到他们的神情 极地转身仰头长笑 霸气凌然 笑声中的疏狂 让众生灵灵魂站立 我已归来 鸿蒙该以我为尊 伴随着这句话落去 极地脚步加快 眨眼间就消失于星空尽头 生灵面面相去 脸上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极地要杀灵地 这绝对是惊爆 整个鸿蒙的大消息 鸿蒙与混沌的交界处 鸿蒙元气与混沌之气 将宇宙化分为二 秦军等纵云而来 这一代的生灵极其稀少 甚至连星球都很少 到处飘散着陨石 星空死寂 还有多久 秦军开口问道 他已经迫不及待 要铲除神主云殿 顺便把准题救出来 旁边的街影也睁开眼睛 他已经听秦军说过 准题被困于神主云殿 所以他也很急切 魔警仓皱眉回答道 应该快要到了 才对 我们小心一点 文言 秦军嘴角上扬 笑得有些冰枉 他来神主云殿 是已经知道 他要杀来 早已做好准备 他神石扫出去 浩瀚星空压根 没有神主云殿的踪迹 再加上先前神主云殿 已经派一对混沌神主 前往古圣地道 想来 已经重新估量过 大秦天庭的实力 血浮族 与金瑶神教的灭亡 消息已经在南洪蒙传开 神主云殿 很可能已经得到消息 继续前进 正道要看看他们要躲多久 秦军冷笑道 魔警仓点头 操控着云雾向前飞去 孙悟空 白起 薛仁贵 袁洪等神魔 都警惕地望着周围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秦军等人 没有遇到一位生灵 仿佛来到了死地 大概过去两个时辰 前方忽然飞来一道蓝光 如同流星 速度很快 但在造化太虚尊严里 慢如龟爬 站住 薛仁贵高声鹤道 对方明显是向着他们飞来 来者 是一名女子 身穿破旧白裙 血嫩的皮肤显露出来 再配上艳丽的面容 给人一种别样的魅力 各位前辈 救救我 白裙女子带着哭腔喊道 花容失色 仿佛身后有什么凶兽一般 秦军无动于衷 众人也是如此 她们 可不是猪八戒或者唐僧 在这里 怎么可能突然出现 一名受伤的女子 事出反常 必有妖 眼见秦军等人 丝毫没有相助的意思 白裙女子仍向她们飞来 咻 就在这时 魔警仓忽然抬手 魔器划刀 瞬间洞穿白裙女子的腹部 鲜血飞溅 她的表情跟着凝固 眼中 透出难以置信之色 魔警仓面无表情 道 红粉骷髅 也敢在我面前耍花招 下一秒 白裙女子化为血无散开 李元爸看得咽口水 忍不住问道 你不怕错杀 魔警仓瞥了她一眼 反问道 错杀又如何 李元爸被问得不知 如何反驳 她忽然想起 魔警仓乃是魔祖 可不是善人 那是一丝神念所化 并非生灵 秦军开口道 听得李元爸瞪大眼睛 神念 混沌神主 还不滚出来 孙悟空 开口长笑道 这样的把戏她见多了 尤其是在前世西游路上 她的声音在星空中回荡 将鸿蒙元气与混沌之气 先动 天地 你还是来了 就在这时 一道神威浩然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秦军等人周围的空间 撕开一条条口子 紧接着一尊尊混沌神主踏出 足有上万尊混沌神主 形成 直径达到百万里的圈子 秦军头顶 百万米高处 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黑洞 里面露出一双眼睛 森然可怕 不再躲藏了 秦军讥笑道 这些混沌神主的修为最差 也已成道 甚至还有两尊造化太虚尊的强者 他头顶的那双眼睛更强 我把他放了 大秦天庭与神主云殿既往不救 如何 上方的那双眼睛说道 说话间 一道神魂出现在他眼下 正是准题 此刻的准题 蜷缩在一个光球中 仿佛在熟睡 准题 接应惊叫道 但不敢轻举妄动 神魔们全都皱眉 没想到神主云殿 会拿准题 要挟秦军 你这是在威胁镇吗 秦军冷声问道 同时缓缓站起身来 不是危险 是邪伤 神秘眼睛回答道 目光死死盯着秦军 以防秦军突然乱来 就在这时 秦军忽然催动时间大道 星空的时间近乎停滞 紧接着他施展空间大道 顺一致准题面前 右手一抓 将准题收入袖中 神秘眼睛 好歹也是造化太虚尊 吓得连忙 向上退去 仿佛苍穹忽然往上腾磨去 敢威胁镇 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吗 秦军盯着 他问道 语气杀气十足 他本身就精通杀戮大道 一旦动目 杀气可谓是倍增 让整个鸿蒙星空波动起来 空间仿佛要破碎 第1614章 混沌神尊 完成主线任务 拯救准题 获得一次大道传承机会 一次极限觉醒机会 一次神魔召唤机会 一次死中觉醒机会 一次系统恩惠机会 五次随机抽奖机会 系统提示应在秦军 脑海里响起 但并没有引起他的喜悦 他现在只想覆灭神主云殿 怎么可能 你竟然身怀时间大道 神秘眼睛惊恐地叫道 此言一出 就连神魔们也瞪大眼睛 时间大道 三千大道 时间大道 可是极强的存在 混沌神主们 更是惊慌起来 有时间大道在 秦军可以秒杀他们 让他们如何能不慌乱 秦军轻蔑一笑 懒得回答 再次催动时间大道 迅速向神秘眼睛杀去 迎地言龙气咆哮而出 在时间近乎静止的情况下 如同瞬移一眼 杀至神秘眼睛前 直接撞入黑洞之中 惊得神秘眼睛和睦 轰得一声巨响 时间大道解除 火光照耀在所有圣灵脸上 吓得他们浑身一哆嗦 太快了 换作是他们 也无法躲避秦军的攻击 黑洞被烈焰包裹 很快 一股狂暴的冲击波 将烈焰震散 紧接着一道身影 显现出来 无比伟岸 体表的深蓝色皮甲 如同铠甲一般 表面的流光 仿佛神性光泽 无比耀眼 他双目蕴含无穷愤怒 死死盯着秦军 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 终于显出原形了吗 秦军冷笑道 地言龙气 盘绕周身 天地之威劲展现出来 混沌神主们 则狂热地望着那尊 屹立于众生之上的伟岸身影 天地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 不客气 伟岸身影盯着秦军很声道 身为神主云殿的首领 尊号混沌神尊 他知道的事情很多 其中包括天地之名 此乃鸿蒙开辟后 就有的规定 众生不得 冒用天地之名 打死他 他都不可能想到 秦军便是真正的天地 因为无数载以来 他已经杀了不少 自称天地的生灵 若非考虑到大秦天庭 暗藏许多强者 他早就灭杀秦军 当初派数十名混沌神主 还以为能将大秦天庭覆灭 毕竟那只是古圣地道 没想到遭遇九宫无上出手 后来 他又得知九宫无上被天地击败 所以 先前才设计 想要暗算秦军 可惜被识破 此刻 混沌神尊也顾不得那么多 今日必须将秦军斩杀 否则消息传出去 神主云殿还有脸面吗 想罢 混沌神主高举右手 滚滚混沌之气 向他聚集而来 秦军饶有兴趣地望着他 没有立即出手 在敌人最狂的时候 杀他 方才最为畅款 陛下 小心啊 薛人贵出声喊道 但秦军抬手 示意他们不准插手 这一幕 看得其他混沌神主兴奋起来 这傻子竟然不出手 太狂妄了 混沌神尊的神通 就连造化太虚尊都扛不住 他凭什么这么自负 他死定了 敢跟我们神主云殿作对 必死无疑 混沌神主们 忽然传音交流 生怕被秦军听到 上方 混沌神尊看到秦军没有出手的意思 不由冷哼一声 混沌之气 在他掌心上 已经汇聚成一颗庞大的灰球 还在不断壮大 威压越来越强 他周围的空间泛起波纹 无比压抑 哄 巨大灰球猛然破开 化为一把长达百丈的争鸣巨剑 剑刃 不满无数张生灵的面目 仿佛在嘶吼 在哭泣 去死罢 混沌神尊一剑斩下 剑气纵横 经得所有混沌 神主连忙后退 魔警仓也操控着云雾藤魔 剑气霸道 带着超越一切的速度落下 银 地言龙气咆哮 两条烈焰之龙直冲上去 与剑气撞在一起 竟蛮横地将剑气撕碎 向着混沌神尊杀去 如今的秦军 虽然只有造化太虚尊出气 但实力可是 造化太虚尊不能比的 他是靠始源之气 修炼至造化太虚尊 肉身实力与法力强度 绝非生灵能比的 即便是鸿蒙神灵 都不如他 怎么可能 混沌神尊脸色大变 连忙闪避 地言龙气 给他极强的危机感 活到今日 他的感觉很少出错 他迅速腾挪出去千万里 但忽然感觉后颈发凉 下意识转头看去 只见秦军出现在他身后 神情无比冷漠 如同看死人 你 混沌神尊下意识想逃 这时 秦军提着鸿蒙地剑 一剑刺穿他的肉身 如今的鸿蒙地剑 何其强大 甚至超越鸿蒙宝物 根本不是混沌神尊能扛住的 你连忏悔的机会都没有 秦军默然说道 右手一抖 法力顺着鸿蒙地剑一出 将混沌神尊震报 连元神都跟着报面 轰鸣声响彻鸿蒙星空 看得远方的混沌神主们 张大嘴巴 混沌神尊被秒杀了 魔警仓 孙悟空 元宏等人则松了一口气 陛下依旧那般强大 街影 看得不停的咽口水 战斗发生得太快 他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秦军就诛杀了 看似无敌的混沌神尊 这一刻 秦军在他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 秦军转头 看向那些混沌神主 眼神闪烁 该不该杀呢 混沌神主们 乃是混沌执行者 杀了他们 纵然是混沌执行者 也害怕死亡 秦军没有追逐 而是回到云雾之上 陛下不杀他们 李元霸问道 这死本就好杀 残暴无比 自然不想放过混沌神主们 不用 留着他们 还有用 秦军摇头道 说完 他抬头看向上方 众人愣了愣 跟着抬头看去 只见上方的混沌之气 翻涌不停 越来越壮观 如同暴风雨即将来临 怎么回事 孙悟空皱眉问道 他感觉到一股难以形容的气息 正在迅速壮大 混沌要出现了 秦军轻声回答道 此言一出 众人大惊 他们已经听说 混沌乃是某位鸿蒙神灵所开辟的 莫非那尊鸿蒙神灵 要出现了 魔警仓的身体 微微颤抖 在场之中 除了秦军 他对鸿蒙神灵的了解 最多 深知 鸿蒙神灵代表着什么 第1615章 激动的准题 混沌之气剧烈翻涌 隐约间 仿佛有一张脸 在盯着秦军等人 如同至高无上的神府是苍生 冷漠而轻蔑 秦军微微皱眉 不爽的冷哼一声 这张脸 他很熟悉 因为正是太义混沌的面容 看到这张脸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太义 滚下来 秦军阴着脸 喝骂道 其余人瞪大眼睛 面面相去 有些听不懂秦军的话 太义是谁 上面的 不是开辟混沌的鸿蒙神灵吗 面对秦军的怒火 太义混沌并没有现身 上方的聚脸 也没有动容 如同幻象一样 怎么回事 秦军眉头皱得更深 他瞬间明白过来 上方的脸 并非太义混沌 任我笑曾说过 鸿蒙神灵 现在都不会让本尊降临鸿蒙 或者混沌宇宙 主要原因是 他们在互相斗争 鸿蒙与混沌 谁也无法奈何对方 于是阴阳原地提议 他们都不得下界干预鸿蒙 或者混沌 让两种世界规则自己演化 看谁能吞噬谁 哼 竟然只凭一丝意志来见证 秦军哼道 紧接着他眼神一宁 三条地炎龙气 交缠着往上冲去 速度极快 瞬间将那混沌之气 所形成的巨脸冲散 如同无边无际的昏暗 苍穹被龙撕碎 陛下 那到底是什么 孙悟空好奇地问道 太义混沌的脸 虽是一丝意志所化 但威压极强 甚至让他有种 心惊肉跳的惊悚感 混沌的意志 秦军回答道 并没有直接说 自己就是混沌之父 因为没有意义 说了也没人信 而且还会带来 不必要的麻烦 混沌意志 众神魔 暗自心惊 街影 更是心头狂跳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连混沌的本源意志 都能接触 这一刻 他不禁彷徨下去 跟着秦军太危险了 但离开秦军 他在鸿蒙很难活下去 先找一下神主云殿在哪 秦军吩咐道 他还得找到 无尽虚空域 他有位手下的亲人 很可能被傲神君 抓到无尽虚空域 是 魔警仓 孙悟空 薛人贵 白起点头 四人同时消失在原处 前去寻找神主云殿 秦军与其他神魔 则在云雾上等待 他挥了灰衣袖 将准提的残魂放出来 准提依旧蜷缩在光照中 静悄悄的 随时可能换面 准提 接应担忧地唤了一声 可惜并没有唤醒准提 秦军对着准提隔空一点 一道光束 钻入光照中 落在准提的残魂上 他乃造化太虚尊 拯救一名天道至圣境的残魂 易如反掌 很快 准提的魂体 逐渐变得凝实 魂魄开始恢复 他缓缓睁眼 正好看到秦军 李元霸 接引 六尔弥猴等人 他的意识缓缓恢复 记忆逐渐浮现在脑海中 准提 为凶在此 接引激动地喊道 可惜准提不为所动 他的魂魄离开光照 跪在秦军面前 强忍着兴奋 抱拳行李道 参见陛下 他就知道 秦军会来救他 虽然不知自己等了多久 但秦军能来救他 已经让他很感动 你 很不错 秦军赞誉道 从混沌穿越回来 他着实没有想到 准提会牺牲自己 拯救天地识殿 打破了他对准提的认知 准提 激动地流泪 气不成声 看得街影目瞪口呆 袁红 六尔弥猴等神魔 也神情古怪 准提也会哭 准提却是不顾及他 自顾自嚎啕大哭起来 看得秦军心中感慨万分 好了 起来吧 正后面会帮你重塑肉身 秦军挥手 一股无形之力 便将准提托举而起 这时 薛人贵忽然出现在秦军身旁 抱拳道 陛下 末将已经发现 神主云殿 藏匿于一处小宇宙中 很好 待阵前往 秦军点头 同时向孙悟空 魔警仓 摆起传音 示意他们可以回来了 在薛人贵的带领下 没多久 他们便进入神主云殿 所在的小宇宙中 这片小宇宙无比昏暗 甚至没有太阳 星辰 在中心处 悬浮着一座伟岸的城堡 城堡内的最高建筑 是一座白银铁塔 顶端 悬浮着一颗万丈直径的光球 照亮整个小宇宙 给朕搜 把无尽虚空欲 给朕翻出来 秦军沉声吩咐道 这种事自然不需要 他亲自出手 神魔们点头 秦军则在心中吩咐道 开始召唤神魔 他现在有两次神魔召唤机会 基本上只有他闲来无事的 会召唤 当娱乐 对于如今的他来说 新神魔的吸引力不大 否则他可以直接让神魔 前往神魔副本里 取拉 但没必要 想要神魔起作用 必须经过极限觉醒 死中觉醒 大道 传承 或者鸿蒙杜结 否则得需要漫长岁月 去修炼 即便在时空决定内修炼 想要追上秦军的步伐 也不可能 更何况在大秦天庭征战的过程中 也有 源源不断的强者 败入大秦天庭 他们虽不是神魔 但可比神魔们强大 他们也会建功 秦军偶尔也会从神话商城里 兑换宝贝 赐予他们 恭喜宿主召唤道 皮修 来自神话传说 是否重新召唤 重新召唤 对于皮修这种神兽 秦军不敢冒 他更喜欢类似滔天 穷奇这样的凶兽 就在这时 秦军忽然瞥眼看向小宇宙的 边缘地带 只见那里出现一条空间裂缝 紧接着一道身影 缓缓踏出 来者 浑身闪耀着璀璨荧光 身形挺拔 鹦鹉神威 一头短发 面容俊朗 左右脸颊 各有一条 奇异的阴纹 身上穿着宽松的血色衣袍 明显来历不凡 造化太虚尊 秦军皱眉 怎么到处都能遇到造化太虚尊 你就是灭血浮足 惊摇神教的天地 来者开口 道 声音威严 如同审判苍生的 倾天意志 你是谁 秦军挑眉问道 无乃南鸿蒙执法者 庆帝 血袍男子回答道 庆帝 在南鸿蒙 可谓是超然的存在 许多生灵穷奇一生 都见不到他一面 魔警仓 孙悟空 白起 薛人贵 迅速出现在秦军面前 战成一排 庆帝 传言你不是不插手鸿蒙恩怨吗 魔警仓沉身问道 第1616章庆帝之约 恭喜宿主召唤到 雌行道人 来自神话传说 是否重新召唤 就在魔警仓与庆帝交涉时 系统提示应再次响起 雌行道人乃是 昆仑十二仙之一 传说是观音大士的前身 但秦军已经召唤到观音 对其并不感冒 重新召唤 秦军心中决定道 目光一直盯着庆帝 庆帝比之前的黄仇天 混沌神尊都强 让他稍稍认真 吴自然不会参与鸿蒙恩怨 只是你们的恩怨 大到需要灭族吗 还有混沌神尊 他乃秩序之主 莫非与你们也有恩怨 庆帝眼神 平静 声音威严 但听不出愤怒 或者其他情绪 文言 魔警苍横道 我们原本在古圣地道 是血浮足 惊摇神教 神主云殿招惹我们 难道我们需要忍气吞声 众 神魔的脸色也不好看 纷纷准备战斗 虽然庆帝的气息高深莫测 但他们可不怕 一路走来 比他们强的敌人太多太多 若是畏惧 还能有今日 你想来审判阵 秦军终于开口 语气略带戏谑谑之意 眼神耐人寻味 仿佛在看猎物一眼 庆帝将目光定格在秦军身上 摇头道 无可不会为了三支势力来审判你 他们的负面 是他们太弱 顶 恭喜宿主 召唤到乌云仙 来自神话传说 是否恢复前世记忆 恢复 调出属性列表 秦军在心中与系统交流道 秦军看他没有说话 还以为他不信 于是继续说道 你自称天帝 还能在鸿蒙如此嚣张 吴对你很好奇 所以前来找你 在鸿蒙之中 自称天帝的生灵 都会离奇陨落 前不久鸿蒙之中 才有一位天帝突然暴毙 乌云仙 来自神话传说 身份 结教八仙之一 经须熬余 修为 显盛境中期 功法 混元功 神通 知镇尾 无奇大秀 中程度 八十四满至一百 显盛境中期 不愧是风神演义里 需要准提出守降服的存在 这时 乌云仙忽然出现在秦军身旁 身穿道袍 面容 有黑 长须 顺着下颌落至胸口 这一幕 看得庆帝微微皱眉 其他神魔 则见怪不怪 他们早就知晓 秦军拥有一手 能凭空换人的能力 而且大部分都是他们 前世知晓的人物 暗地里 他们经常议论 不过 秦军对他们不薄 而且大秦天庭强大 他们再有想法 也不敢质问秦军 现在 你已经看到我世尊 还想说什么 摩锦仓打破沉寂 问道 他这是在下逐客令 有庆帝在身旁 他们如何能安心 灵帝即将出世 届时无会召开宴会 广妖南红盟内 有名望的强者 一同庆贺灵帝出世 你愿意来吗 庆帝开口道 依旧面不改色 让人难以揣测 他心中的想法 庆贺灵帝出世的宴会 摩锦仓皱眉 神魔们也疑惑起来 不明白 庆帝到底在想什么 之前他们可是杀了 庆帝的一尊造化 太虚尊手下 莫非是鸿门宴 定 触发主线任务 庆帝之约 任务详情 灵帝即将出世 庆帝特地为此开展宴会 广请南红盟强者 宿主 若是参加此宴会 将会获得一次红盟杜结机会 一次大道传承机会 一次极限觉醒机会 一次神魔复活机会 系统提示音 正会去的 秦军回答道 让神魔们顿时急了 他们来 鸿门可不是为了发展势力 只是为了报仇 灵帝出世 必是腥风血雨 他们不希望秦军参与这趟浑水 庆帝露出一抹微笑 他很欣赏秦军的无畏 即便秦军可能会厄运缠身 此令赠予你 一年后 来 允鸿风 庆帝向秦军扔来一块古铜令牌 上面刻着古怪字体 秦军一眼便能认出 那代表着庆字 鸿蒙的文字 是他传于原初七神 七神 再传于众生 秦军接令后 庆帝转身离去 消失于空间裂缝中 陛下 您真的要去 白起沉申问道 他总觉得庆帝有阴谋 换作他是庆帝 怎么可能邀请秦军 不与秦军拔刀向下 已经是最大的忍耐 朕可不是因为他的好意 才去 朕对灵帝感兴趣 秦军把玩着古铜令牌 笑道 听得白起愣了愣 有些不明所以 随后 一段时间 孙悟空中的小宇宙中 混沌神尊肯定收集了不少财富 他怎么能放过 大概过去一炷香 时间 孙悟空终于找到 无尽虚空域 无尽虚空域 同样是独立宇宙空间 入口 在一块陨石上 只有拳头大 飘散在小宇宙内 可谓是大海捞针 换作其他圣灵 根本找不到 孙悟空 直接将入口撕开 对内喊道 我乃大擎天亭天地坐下 齐天大圣孙悟空 今日灭混沌神尊 法尔等一条生路 还不快出路 话音落下 空间入口中 传出一道道 极其不稳定的气息 紧接着 一鸣鸣生灵 如同过江之际一般 争先涌出 空间入口 被撕裂得越来越大 有人族修饰 有妖族妖王 也有魔族巨拨 其他种族的生灵 都有 大部分都是魂魄状态 只有少数生灵 还保留肉身 哼 我终于出来了 就在这时 一尊凶利的咆哮声 从空间入口内传出 紧接着一股 造化太虚尊的气息爆发 让孙悟空动容 秦军眯起眼睛 无尽虚空玉里 还镇压着造化太虚尊 很快 一只利爪 从空间入口探出 他猛地将空间撕开 庞大身躯跟着钻出来 这是一尊 通体漆黑的恐怖凶兽 脸上没有眼睛 笛子 耳朵 更无毛发 满嘴疗牙 甚至还带着血字 不好 虚空魔药出来了 齐天大圣 快镇压他 不能让他出来啊 对 此物乃鸿蒙制邪之物 不能放出来 天地啊 快镇压他 那些逃出来的生灵 纷纷向秦军与孙悟空 发出请求 似乎虚空魔是极为 可怕的存在 第1617章 八大制邪 虚空魔 秦军挑眉 这是什么玩意 他压根没有听说过 还鸿蒙制邪之物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那他以前为何没有听闻过 魔警仓动容 叫道 不好 是鸿蒙八大制邪之一的虚空魔 世尊 我们必须镇压他 八大制邪 秦军表情古怪 哪里来的称号 想罢 他还是吩咐道 悟空 抓住他 遵命 孙悟空回应一句 当即向虚空魔飞去 虚空魔的上半身 已经完全爬出来 成人形 好似烧焦的恶魔 他努力挣扎着 想要把下半身扯出来 但很艰难 明明是造化太虚尊 却能爬出空间裂口 实在是奇怪 孙悟空来到虚空魔面前 右手一招 法力将虚空魔包裹 一把将其扯出 收入掌心 庞大如陆地般的虚空魔 迅速缩小 在孙悟空手中 挣扎 臭东西 叠乱动 孙悟空哼道 明显对虚空魔并不感兴趣 这家伙浑身漆黑 长得又猙獰丑陋 很难讨喜 放开我 我要吃了你 虚空魔嘶声咆哮道 声嘶力竭 陷入暴走之中 对此 孙悟空吃笑一声 右手猛然合拢 用力一捏 虚空魔的咆哮声 瞬间消失 这一幕 看得生灵们眼神呆滞 有种恍如梦中的感觉 这位自称 齐天大圣的侯妖 竟然把虚空魔玩弄于鼓掌之中 大擎天亭 天地是谁 齐天大圣又是谁 为何以前我没听说过 难道我被镇压太久 好强 那可是虚空魔呀 我没眼花吧 不是做梦 我们真的逃出来了 齐天大圣能如此轻松地制服 虚空魔 想来混沌 神主们也不是他的对手 生灵们很快就惊醒过来 爆发出震动小宇宙的欢呼声 放眼望去 生灵们密密麻麻 少说也有百万之数 最关键的是 还有生灵顺着 虚空魔撕开的空间洞口 小心翼翼地爬出 源源不断 很难想象 神主晕电到底镇压了多少生灵 这已经违背了混沌神主的职责 混沌神主应该是为了秩序 剿灭太过强大的存在 但镇压如此多的生灵魂魄 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谁是天园 秦军开口问道 天统大帝带着数亿大军投奔他 他说过 要帮天统大帝找回天园大帝 他可没有忘记 此言一出 小宇宙顿时安静下来 生灵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 你 没有谁站出来 谁是天园 秦军皱眉 再次问道 别叫了 我在这里 就在这时 一道巨傲的声音传来 所有生灵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小宇宙东方的一处空间忽然撕开 紧接着一名身穿银色静装的男子踏出 旁边跟着产生一条条空间裂缝 一名名混沌神主手握法宝飞出 比之先前 数量更多 短短两个呼吸时间 超过十万名混沌神主出现 秦军最弱也有鸿蒙荣道径 秦军意外地 看向那名银装男子 他是天园大帝 天园大帝秦军不是与天统大帝差不多吗 而且天园大帝被奥神军抓走的时间并不长 至少远不够 他爬到号令混沌神主的地步 秦军仔细看去 发现 这位天园大帝也只有鸿蒙荣道径的修为 明显是刚成道 怎么回事 秦军好奇 但并没有感觉到危险 开玩笑 就算来一千万尊混沌神主 他也不放在眼里 他的分身大道 可化成百万分身 百万尊秦军 实力与本尊一样 放眼鸿蒙 有几个势力能挡住 则则 没想到你能覆灭混沌神尊 你为何找我 难道你认识我 天园大帝盯着秦军 饶有兴趣地问道 掌控十万混沌神主 使得他自信心爆棚 因为身边 还有造化太虚尊辅佐 即便是混沌神尊 也敌不过所有混沌神主 联手 你的兄弟天同 请求朕来救你 秦军回答道 神情漠然 他也看出来 天园大帝有敌意 天同 哼 优柔寡断的家伙 既然你是他请来的 那我就放你一马 天园大帝冷哼一声 似乎对天同大帝很反感 但后半句话 却出卖了他的真心 放阵 秦军笑了 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孙悟空自压咧嘴 笑道 陛下 让我打抱他吧 他右手抓着虚空膜 左手扛着混沌紫金棒 一副按捺不住的模样 打抱我 天园大帝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十万混沌神主 更是爆发出气势 轰的一声 小宇宙 直接被轰爆 无数鸿蒙元气 混沌之气涌入进来 所有生灵再次回到 鸿蒙星空 天园大帝冷笑道 孙悟空不甘示弱地反对一句 愚昧 天园大帝冷哼一声 就在他准备下达开战命令时 一股无比磅礴的气息 从鸿蒙深处传来 秦军也不禁转头看去 因为这股气息太过强大 除了高深莫测的沁地 秦军来鸿蒙之后 无人能与之相比 下一秒 秦军眼神一宁 来者正是吉地 吉地 换上一身黑袍 袍上 印着诡异条纹 如同蟒龙在扭动 他披头散发 微微低头 使得双眼看起来无比犀利 他漫步而来 一步一里 美踏一步 气息拔高 是他 燃敏瞪大眼睛 这位吉地 可比万道杀戮内的吉地更强 甚至让他有种天差地别的惊悚感 魔警仓也将目光看向吉地 眼神顿时复杂起来 除了秦军 有两人让他不得不服 那便是吉地与苏地 同样从天地未免出来 吉地已经成就不败大帝 乃是鸿蒙最近5000亿年来 唯一的不败大帝 苏地虽未夺得不败大帝之位 但潜力无限 因为他未曾输过吉地 你是谁 天元大帝盯着吉地 沉生问道 旁边一尊造化太虚尊修为的混沌神主 瞪大眼睛 仿佛凡人见鬼 颤声道 不败大帝 吉地 吉地 天元大帝吓了一大跳 当即喝道 撤退 说完 他转身进入空间裂缝中 率先逃跑 第1618章 天地占吉地 天元大帝与十万混沌神主 很快就消失不见 逃速之快 看得孙悟空艳口水 其余神魔 则将目光定格在吉地身上 威风凛凛的吉地 向秦军漫步而来 从无尽虚空域内逃出来的生灵 纷纷闪开 为其让道 吉地之名 无论是鸿蒙 还是古圣帝的 都如雷贯耳 他是天生的战斗狂 每去一个地方 都会把当地所有强者挑战一遍 一路无敌地走过来 先有输过 即便输了 很快又会重新挑战 并强势获胜 所以吉地之名 让弱者敬畏 让强者胆寒 吉地的目光 紧紧盯着秦军 没有万道杀戮的分身 那么平和 举手投足间 充满了舍我其谁的霸气 秦军的神情 也变得严肃起来 他能感觉到吉地的战意 这家伙 不是来助他的 而是来挑战他 强者之间 一个眼神 足以敌过千言万语 秦军与吉地无需交流 便能明白彼此的想法 站住 孙悟空 沉生喝道 当即挥棒砸去 混沌紫金棒 变成千米长 横扫而去 碰 沉闷的碰撞声响起 孙悟空的表情 瞬间凝固 因为混沌紫金棒 被吉地用一根手指挡了下来 他的混沌紫金棒 在灌入斗战之气候 有多沉重 连他自己都不敢估量 但却被吉地单指挡下来 这一刻 孙悟空的世界关碎了 哼 吉地冷哼一声 右手一振 强大的力量 将混沌紫金棒弹飞出去 孙悟空也跟着跌飞出去 消失于鸿蒙深处 化为星星 这一幕 看得所有生灵 瞠目结舌 薛人贵 魔井仓 白起 更是身子微微颤抖 孙悟空的战斗力 他们有目共睹 即便是造化太虚尊 中期的白起 也没有信心能敌过 就是这样强的一尊 造化太虚尊 被吉地一指振飞 秦军也微微皱眉 吉地的强大 超出他的意料 他原以为吉地最多也就 造化太虚尊 可现在看来 他还是太低估了 吉地 他很好奇 吉地到底是什么来历 苏帝也就罢了 秦军知晓苏帝的来历 但吉地明明 只是混沌初开后的生灵 竟然可以纵横鸿蒙 简直是主角天赋 天地 这一次 我一定要胜你 吉地的眼中只有秦军 其余生灵 对于他来说 如同空气 他的声音无比威严 甚至比秦帝更具压迫感 来吧 朕会让你明白 朕依旧战无不胜 秦军嘴角一翘 巨傲地说道 吉地霸道 他更狂 混沌初开时 他能战胜吉地 现在也能 开玩笑 他开始世间最早的神 鸿蒙未开任我笑 可不是吹牛的 徒儿 把他们全部带离开这里 秦军转头向魔警仓吩咐道 薛仁贵 白起 李元霸 元红等神魔欲言又止 但最终还是没有劝说 他们若是劝 就等于质疑秦军 将心比心 倘若是他们被挑战 他们也不希望被人劝阻 这是强者的骄傲 就这样 魔警仓带着神魔们 以及数百万圣灵离去 望着秦军与吉地 越来越小的身影 神魔们忧心忡忡 别担心了 陛下一定能赢 孙悟空坐在云雾上 闷声说道 被吉地弹飞 倒是没有让他受伤 只是心情很郁闷 他现在只能祈祷秦军 帮他报仇 一定要狠狠教训吉地 我的天 天地到底是谁 敢与吉地争斗 我想起来了 天地在古圣地道 是吉地唯一心服口服的强者 真的假的 让吉地服气 能面对吉地 还如此自信 天地不简单 不管如何 天地救了我们 我们必须祈祷 他能胜利 数百万圣灵 一轮纷纷 他们来自各个地方 有鸿蒙的 有古圣地道的 几乎每一位都有身份 毕竟虾兵蟹将 是不可能被混沌神主镇压 而是直接灭掉 很快 这片鸿蒙星空 只剩下 秦军二人 两人相对而立 相距百米 气势节节高升 在这里 我们可以放心战斗 你若留守 在里面燃烧 秦军扭了扭头 地炎龙气 从体内呼啸而出 盘绕他周身 向着吉地嘶声咆哮 此举 就是秦军的回应 哄 吉地忽然动了 产生空暴之音 瞬间来到秦军面前 用肩撞向秦军 他的肉身何其强大 换作寻常的造化 太虚尊 都会被其撞的暴体 但秦军同样是一尊人形 凶兽 经过始原之气的淬炼 他的肉身强度 早已超越他自己的想象 秦军同样用肩膀与之相撞 宛如两尊布周神山撞在一起 空间泛起一阵阵连衣 吉地 微微挑眉 在秦军耳边说道 看来我低估了你 秦军轻蔑一笑 在他耳边轻蔑笑道 你的力量就这么点 下一秒 两人同时怒站起来 两人拳脚相加 没有使用 法术肉身 先凭肉身进行战斗 秦军的无极鸿蒙袍 乃是白底红艳 吉地 身穿一纹黑袍 如同一黑一白 在星空中进行高速战斗 方圆百万亿里的星空沦为 他们的战场 不断腾磨 即便是造化太虚尊在场 也无法辨识他们的动作轨迹 把时间放缓无数倍 两人依旧很快 目前南风高下 势军力敌 碰 秦军一记西顶 斜崩天之势 往上撞去 吉地反应何等敏捷 双掌迅速往下一拍 可惜秦军的力量 比先前还大 将他震飞出去 得到空隙机会 秦军迅速变为天地神体 整个人如同镀金一般 耀眼无比 吉地稳住身形 眼神无比冷力 没有停息 转身一记边腿抽去 身体旋转 刚好秦军闪身 来到他身后 用胸膛应接他一腿 你的境界 只有造化太虚尊 为何肉身 这般强大 吉地 用腿与秦军角力 忍不住问道 因为正是天地 至高无上的天地 秦军 自傲一笑 胸膛一挺 再次将吉地震飞出去 进入天地神体 他就星星瞬间膨胀 仿佛鸿蒙宇宙 无人能敌他 第1619章 辉煌双地争 感受到秦军的气势 再次提高到一个新的顶点 吉地眼神一宁 低喝一声 一股诡异的白色炙热气体 从毛孔一出 使得他 全身缭绕争气 紧薄处 更是红掌 吉地猛地挥手 一道万丈长的气人 横扫而去 无比锋利 再坚硬的神兵 也很难扛住 面对如此气人 秦军身体 成拉弓之势 右拳携带无穷力量 轰出 蛮横地击散气人 吉地紧随其后 如同急迟而来的允星 撞上秦军 被秦军用双臂挡下来 身躯微微颤抖 秦军嘴角上扬 笑道 很不错嘛 但你若不使出全力 你很快就会败了 哄 秦军气势猛然拔高 逗到密字 战力翻三倍 天下无双 越战越强 他双臂一掀 直接就将吉地掀飞出去 得势不饶人 他 他乘胜追击 成千上万条 地炎龙气 从体内 熬笑而出 接连落在吉地身上 银 龙音声此起彼伏 在壮阔星空中 久久回荡 吉地也不格挡 感受着地炎龙气的霸道力量 他眉头微皱 眼中却是燃起 前所未有的斗志 秦军果然没有让他 失望 这种强大 才配他去挑战 吉地怒笑一声 气势跟着暴涨 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 他双掌猛然合拢 如同长枪往外一推 吼 刹那间 他周身缠绕的灼热白气 化为一条猙獰的恶胶 将秦军的地炎龙气撕碎 然后凶狠地杀向秦军 秦军 眼神一宁 时间大到催动 轻松躲过白气恶胶 转而施展空间大到 来到吉地身后 右手食指正对着吉地的背部 哄 鸿蒙破命指 一道烈焰光束 顺着秦军的食指 射出火光耀眼 瞬间淹没吉地 鸿蒙破命指 堪称是秦军神通之中 破坏力前三的存在 不过他有留守 他可不想杀吉地 但正因为他没有施展权力 吉地迅速从烈焰光束中 闯出双拳猛如龙象 又要击穿秦军的胸膛 可惜 在时间大到的作用下 他的动作在秦军眼中 并非快到极致 虽然依然快 但秦军能从容躲过 不得不说 吉地实力强大 在时间缓慢的情况下 速度还能这般快 着实厉害 但他的对手是秦军 鸿蒙之前 最早的神 秦军猛然催动不灭 圣身第九层功法 鸿蒙精深 身上的金光更加璀璨 甚至无法看清他的真面目 好似一道金光 吉地眯眼 秦军身上的金光 不只是耀眼 还具有灼烧的能力 即便是他 眼睛也微微发疼 碰 秦军一腿砸下 速度超越先前 一腿将吉地扫飞下去 没有停缓 俯身追杀而去 与此同时 吉远处 孙悟空 魔警仓等人 站在云雾上 用神石观战 其他修为弱小的神魔 只能焦急地望着他们 陛下 浩强 薛仁贵闭着眼睛 咽了咽口水 颤声道 不只是他们 白起 孙悟空 魔警仓也动容 仿佛看到什么可怕的场景 此言一出 神魔们哗然 吉地给他们的印象 太过霸气 近乎是无敌的形象 但从薛仁贵口中得知 秦军似乎占据上风 那是自然 在混沌初开始 吉地就步入陛下强大 准提哼声道 他还不知道 秦军转世重修 在他心里 秦军依旧无敌 周围仍有 数百万生灵聚集 他们绝大部分 都是魂魄 倘若离去 也很难活着回家 只能依靠魔警仓 孙悟空等人 听到了吗 天地战上风了 传言是真的 吉地真的增败于天地 好强大的气息 即便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 依旧惊心动魄 吉地会败吗 不可能吧 那可是吉地 不败大地啊 生灵们 焦头接耳 大部分生灵的语气 都充满了兴奋 此战绝对辉煌 足以载入鸿蒙历史长河 能与不败大地抗衡的强者 可不多 与此同时 秦军与吉地仍在激斗 秦军虽然战上风 但并没有对吉地造成实质伤害 吉地忽然怒声咆哮 双臂一震 强大的气势 将秦军先飞出去 但秦军一个跟斗 便在万米之外 稳住身形 如同蝌蚪般的奇异黑纹 忽然爬上吉地的脸颊 面目变得猙獰 他的气息强大数倍 这一幕看得秦军皱眉 这是什么神通 还是他的血脉 秦军心中好奇 吉地的强大 已经远超造化太虚尊 怪不得能成就不败大地 此殊荣 并非空穴来风 吉地越强 秦军越兴奋 他已经很久没有如此酣畅淋漓的战斗 无论你 怎么变强 朕永远强过你 秦军高声长笑 天地姿态 举世无敌 文言 吉地眼中闪烁起寒芒 横跨万米 来到秦军面前 高举自己的右拳 他的拳头同样爬满如同蝌蚪般的奇异黑纹 活灵活现 好似缠绕了一团黑色烈焰 秦军毫不畏惧 同样一拳砸去 哄 双拳相击 如同那宇宙大爆炸 冲击波 往各个方向肆虐而去 眨眼间 掠过亿万里 所过之处 星辰 陨石破碎 鸿蒙元气剧烈翻涌 使得空间如同水面 掀起无数波澜 四目相对 两人眼中尽是自负 皆不认为自己会输 也不愿输 碰 碰 碰 两人同时弹开 紧接着又缠斗在一起 你挥拳我扫腿 站得不亦乐乎 在战斗的过程中 他们不断腾磨 仿佛要将整个鸿蒙星空 化为战场 长发乱舞 秦军近乎完美的俊脸 冷若冰霜 此刻的他心中再无其他杂念 只有一个 那就是击败极帝 极帝的面容 则显得争獰惊悚 同样斗智高昂 秦军一掌拍出 大周天掌第六掌 阴阳 见此 极帝不甘示弱 同样挥掌而出 同样是大周天阴阳掌 双掌相击 两人互相吞噬对方的法力 不奋不重 周围的空间化为黑白 仿佛阴阳两面 极帝再次挥动左掌 大周天掌第七掌 轮回 秦军跟着使出大周天轮回掌 此掌乃大周天掌最强的一事 可破轮回 也可开辟轮回 轮回掌相击 周围的空间瞬间破灭 两人堕入轮回之中 第1620章 诸天乱战 轮回 如同时空乱流 周围全是个宇宙的缩影 仿佛 无数电影场景 展现在周围 秦军与极帝 根本不顾自己身处何方 他们眼中 只有彼此 大周天掌不停地对击 更有大盗升天轮 接连对抗 火星无数 集地被秦军击退后 右手一甩 手上的黑纹 迅速化为一把黑刀 长达半仗 与他掌心相连 此刀如同黑眼 看不清刀刃 但散发着一股 让人心神发出的恐怖气息 见此 秦军翻手 拿出鸿蒙地剑 两人开始以神兵为战 哄得一声 两人撞入一处轮回缩影中 迅速来到一方宇宙 他们很好地控制气息 没有破坏这方宇宙 但若是 靠近他们战斗范围万米内 必定一切化为虚无 枪 枪 枪 鸿蒙地剑与黑刀疯狂相击 快到极致 剑光在两人脸上闪耀 很快 两人又撞破宇宙空间 再次杀入轮回之中 百般神通接连施展 谁也奈何不了 谁 集地越战越狂 姿态如同蜂魔 疯狂挥刀 竟盈盈有占据上风的趋势 秦军被他狂猛的战斗攻势 逼得只能用鸿蒙地剑抵挡 但依旧没有 让集地伤到自己 哄 鸿蒙破命指 再次顺着秦军左手食指 射出 落在集地的黑刀上 里面蕴含烈焰大刀 强大的力量将集地逼退 集地 一个不慎 被烈焰光束 推入一处宇宙缩影中 消失不见 秦军迅速钻入其中 追逐集地 下一秒 他们来到古圣地道的一处宇宙未面中 两人在蓝天之下 你追我赶 刀剑相击 整个世界的所有生灵都能听到 引起无数惶恐 集地 一刀斩出 刀器长达千万丈 秦军迅速闪避 刀器则将下方波澜壮阔的汪洋大海 斩为两半 就连整个大世界也被分为两半 不少 生灵亡死 这就如同两个凡人打架 不小心才死一群蚂蚁 但他们并不会放在心上 生存法则 就是这般残酷 秦军身子半转 九个大道升天轮盘旋周身 神威 浩荡 如同九个小太阳包围一个大太阳 集地 则如同一尊魔神 周身缠绕的灼热白气 再转变为黑色 两人如同两道流星不停地碰撞 划过天空 先动无数 树林 荒漠风沙 让该世界内的生灵惶恐 那到底是什么 那是什么 浩强 感觉不能呼吸了 四 这是天灾 好快 凡是目睹秦军与集地的生灵 无不惊呼 但他们看不清两人的具体面容 只能看到两道光从天空划过 很快 两人离开这片大世界 再次撞入轮回之中 每次大周天轮回长相机 他们便会制造出轮回 然后撞入其中 可见大周天轮回长的恐怖 那宇宙 秦军与集地忽然杀出 恐怖气息 惊动无数强者 两人迅速从八荒之上掠过 每一秒掠过一个仙域 引得众生惶恐 这 至尊神殿的第一殿主 莫若和 飞至星空 望着远方 额头上满是斗大的冷汗 秦军与集地的气息 实在是太强 让他有种末日来临的恐惧感 不仅是他 人祖宗堂 古魔神殿 皇甫家 大秦天庭等内宇宙大势力 都为之震动 如今秦军的气息 与以前相比 判若两人 即便是大秦天庭的神将先官 也无法分辨 两人再次以大周天轮回长相机 撞入另一方轮回 烈焰大道化为无数条 地炎龙气肆虐向极地 这一次 秦军不再保留余力 轰 轰 轰 地炎龙气比先前更快 轰得极地根本无法挥刀 嘴中甚至吐出一口鲜血 他终于受伤 急到烟火 迅速缠绕极地的肉身 熊熊燃烧 仿佛要将它稍微灰烬 秦军皱眉 有些不忍 但他相信 极地不可能就这点能耐 这时 极地猛然抬头 双目中 迸发出璀璨的红光 四道黑影 忽然从他体内奋出 迅速化为他的模样 四尊极地 秦军挑眉 分身 四尊极地的表情 不一 有愤怒 有阴笑 有忧愁 有狂笑 再加上极地本尊 面容冷漠 五人站成一排 极为诡异 不对 不是寻常的分身 秦军暗自想到 极地本尊 忽然浑身一震 将身上的几道炎火震散 紧接着 极地挟四尊分身杀向秦军 五位极地联手 打得秦军只能防御 他们同时施展大周天轮回掌 将大道升天轮击碎 落在秦军身上 吸取秦军的法力 轮回再现 秦军等人又撞入其中 玄当大事件 秦军与五尊极地 突然撕裂空间出现 五尊极地围殴秦军 完全占据上风 一座山巅之上 长倩倩盘腿修炼 灵气聚集而来 形成一个气旋 一身白衣的她 如同出尘仙子 仙气十足 哄 狂风忽然袭来 她身后的树林 接连拔地而起 整座山岳开始破碎 她下意识抬头看去 正好看到六道流光 从天空划过 那是什么 长倩倩瞪大美目 这时 身后一棵大树撞来 惊得她连忙腾飞而去 带她飞至天空 再次张望时 已无六道流光的轨迹 怎么突然有种心悸的感觉 长倩倩促眉 喃喃自语 右手按在胸口上 她突然有种沉闷到 难以呼吸的感觉 总觉得自己仿佛错过了什么 与此同时 秦军与五尊极地来到天外 她怒笑一声 法力猛地爆发 将极地与四尊分身 击退 她的瞳孔 变得血红 眉心间的紫燕 跳动起来 杀戮大道 秦军的气息 变得凶利 左掌运足法力 挥出大周天轮回掌 将极地与四尊分身 再次击入轮回之中 银河系 璀璨星河中 忽然出现一个空间重动 紧接着秦军 与五尊极地突然飞出 两人已经杀几眼 你以为就你会分身 秦军冷哼一声 双臂张开 分身大道 催动 一尊尊与本尊实力 完全一样的分身出现 迅速向两边排列而去 眨眼间 一千尊分身出现 将五位极地包围 亿万里之外 一架钢铁机器 静静悬浮 上面装着摄像头 刚好拍摄到秦军与极地 她将这个画面 传到数万光年外的地球上